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口压力等 更是对职务倍感压力 蓝山急于采取各种职务措施 这也不难理解 但这并不是简单粗暴职务的借口 短短数日 全区企业大密集停运 400余家板材企业被迫集中停产 全区25家货运停车场 仅剩一家兼营公交车停运的才有车辆进出 按理说 高校职务应该赢得掌声 而山东省林一市蓝山区部分青红皂白 格杀无论 却为群众深痛无绝 近日 其一刀制制无的粗暴做法 被生态环境统统批评 平时不作为 即时乱作为 简单粗暴 急功近利